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选民团体和进步派倡导组织人民言论自由就要求伊利诺州的选举委员会也召开听证会禁止川普参与在当地的共和党初选和大选 事实上每一个州对于挑战总统参选资格的规定是各有不同的 有些州是需要法庭的仲裁 另外一些则是由州务卿这些选举官员来处理 而在全美来讲 川普已经在30多个州面对大大小小各类挑战 除了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颁布裁决 缅因州的州务卿已经有决定外 另外20个州的争议到目前还没有任何的结果 外界则预料无论各地的情况如何 最终都是需要由联邦最高法院来做出最后的裁决 好 接着我们也看到现在在选举方面 南卡的前州长海利 他在共和党初选的名望飙升之后 也同时遭受到前总统川普和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迪斯的猛烈攻击 川普现在质疑他背叛 而且在移民问题上的态度太为软弱 德桑迪斯则从种族的角度批评海利拒绝承认奴隶制引发了南北战争 所以可以看到在爱荷华州的初选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 海利现在面临的是众多对手对他的抨击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是关于大法官 在现在调查显示 民众对于联邦行政 立法和司法机关领袖的满意度 都不超过一半 而名列榜首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兹 只有48%而已 这一次的调查由盖洛普所进行 在大法官罗伯兹 今年虽然排名是第一名 但是满意度按年来跌幅是最大的 和去年的60%相比 减少了12个百分比 在另外 杰弗里斯以46%排名第二 国务卿布林肯和司法部长加兰 分别以45和44位列3和4的名次 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的成绩最差只有27% 相反还有71%的调查选民不满意他的表现 虽然盖洛普并没有正式的追踪 历任国会领袖的满意度 不过记录则显示 麦康奈到垫底 1997年共和党籍的众院议长金里奇 也只有25% 而在众院多名民主党议员 现在已经致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 表示托马斯因为他的妻子的关系 存在利益冲突 他应该要回避科罗拉多州 斥夺前总统川普竞选资格的案件 包括了众院司法委员会成员 这是Hank Johnson在内的多名民主党议员 就在昨天连署去信托马斯 表示就是他的妻子 曾经质疑2020年大选结果 也与2021年的国会骚乱有关 而川普如果二次当选 可能也会为托马斯的家族 带来经济利益 种种原因都构成了利益冲突 所以认为托马斯这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 应该回避科罗拉多州 斥夺前总统川普竞选资格的案件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 这是跟西点军校相关 纽约州的法庭已经裁定了 西点军校可以继续推行教育的平权政策 把族裔因素纳入招生考量 案件的原告方除了这一次挑战西点军校之外 历年来也曾经向哈佛大学等不同教育机构 发起过相关的诉讼 根据报道 纽约州在地区法院驳回诉讼时曾经说 原告方没有提交完整的事实记录 证明西点军校为了符合政府利益 推行现有招生政策 而新点军校目前正在招生 预计到1月31号才会结束 现阶段颁布禁令会扰乱程序 不但影响到申请的学员 也会迫使校方取消原定的面试安排 这个案件由保守派组织 学生公平入学在去年9月提出 这个机构历年来也曾经向不同的院校发起诉讼 包括了哈佛北卡在内 现在纽约法庭这一次驳回诉讼之后 本身反对教育平权 并且创立学生公平入学的保守派人士 则说西点的政策不公平 而且违反宪法 那么司法部则说 尽管在非洲裔的学生战录 均现役士兵20.2% 但是只有11%的军官是非洲裔 白人士兵比例是51.7% 军官则达到68%了 其他方面的美国新闻 第一个和健康安全食品安全相关 美国的非盈利组织Consumer Reports发现 即便存有健康风险 塑胶仍然普遍存在在食品当中 也呼吁监管机构要重新评估 食品生产过程当中会接触到的塑胶的安全性 根据报道最新检验的85种超市食品和素食当中 40%含有塑化剂 零本二钾酸值 这是一种让塑胶更为耐用的化学物质 Consumer Report说 发现的这个含量并没有超过 美国和欧洲监管机关订定的限值 而这一种化学物品 它会扰乱雌激素以及荷尔蒙的产生和调节 可能会增加先天的缺陷 还有会增加糖尿病癌症不孕 神经发育方面的障碍 Consumer Report说 美国FDA和其他机构 早就该进行也有必要 重新评估塑化剂的风险 另外则看到 FDA现在正在调查 广受欢迎治疗糖尿病和肥胖药物 是否和头发掉落 还有自杀等相关的健康问题 或者是这个副作用有关 根据了解药物包括了 诺和诺德公司所生产的药物 以及里来公司生产的药物 FDA在日前的季度报告当中 确定了使用这些药物 三种可能的副作用 包括了像是头发掉落 还有自杀念头等在内 所以现在FDA正在调查 减肥药物的副作用 是否有这样子的影响 接着我们再看到 在全美国每年都有 数百宗婴幼儿 在睡梦当中突然死亡的事件 很多个案解剖 也没有办法解释他们的死因 有研究人员发表最新的报告 表示从幼儿睡眠的录影片段 可以看到初步相信 相关的情况 有可能是和颠间有关 为了解开神秘死亡事件 也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虎美剑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也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接下来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